选择CVT页面 首先,确认编码器动作是否正常,点选Info 转动输送带,观察卖波数是否随输送带改变 建立三个点位,开始进行TF教导 转动2Z,并把吸嘴对准尖点 按下Teach,完成第一点焦点 转动2Z,并把吸嘴对准尖点 按下Teach,完成第二点焦点 转动2Z,并把吸嘴对准尖点 按下Teach,完成第三点焦点 进行存档 进入Tool Frame分页点选Determine 开始教导工具尺寸 移动到第一点 移动到第一点 Teach第一个栏位 移动到第二点 Teach第二个栏位 移动到第三点 Teach第三个栏位 把三个栏位打勾后 进行计算并设定 Air值建议在1以下 如Air值太大 请照上述流程重新做一次 完成后存档 点选Get,确认数值 切换坐标系TF为1 对着肩点移动RZ轴 确认是否可沿着肩点旋转 以上步骤为TF设定流程 将肩点置据放在要开始追随的位置 当作起始线 将刚刚教导的工具 间点对其置据 确认工具坐标系切换为1 定义此点为起始线 第二步 移动输送带将置据送到要停止追随的位置 以该点作为中止线 并把工具间点对其置据 确认工具坐标系切换为1 定义此点为中止线 追随模式选择 视觉追随模式 此模式的系统架构为包含视觉系统 无论是否有加入传感器 传感器追随模式 此模式的系统架构为紧包含传感器 无加入视觉系统 定据追随模式 此模式的系统架构为 无加入视觉系统及传感器 仅定据进行追随 量侧相机视野范围 垂直尺寸约200mm 水平尺寸约270mm 输入至参数内 触发源设定 感测器模式 此系统架构为感测器 接收到讯号后 同时触发视觉拍照及手臂系统 定时触发拍照 此系统架构为手臂控制器 会定时的触发DO 使视觉系统拍照 定据触发拍照 此系统架构为 手臂控制器会定据的触发DO 使视觉系统拍照 本次范例是 使用定时触发拍照 触发周期需设定 大于相机运算时间 否则系统会错乱 通讯设定 进入视觉系统 以太网路设定 输入手臂IP PORT 设定通讯起始位置121C 完成奇标125A 现在测试通讯是否成功 在121C的位置输入15 同时确认手臂控制器 也收到值 这边视觉系统是16静置 手臂是10静置 所以换算过来变成21 将校正样本放在相机视野中心 在视觉系统设定样本中心位置 设定样本形状 点选匹配条件设定 开启自定旋转中心 点选要定义为样本中心的位置 将样本中心坐标输入到对应的参数 使用标记功能记录 校正样本上4点位置 依照封闭曲线取得校正样本上4点位置 输入对应的像素座标值 按下按钮记录这些位置 依照视觉输出的格式选择对应单位 确认后移动输送带将校正样本移动至手臂范围 中指线之前 将手臂移动到视觉对应的4点位置 并记录下来 人家定徒项面表好 里面表会设定 9点位置 四点校正完毕点选计算样本中心,会依据教导的点位计算出中心位置,将手臂抬高,再点选钩。 若校正正确,手臂会移动到样本中心位置。 点选Rise写入工作中心点,确认坐标系变为0,代表成功。 现在可以自由新增物件上的工作点,移动到点位点选新增工作点即可。 再来将使用者坐标切换至0,手臂移动至待命位置,设定待命点。 输入专案名称,点选建立。 之后就能在专案列表看到刚刚建立的专案,开启后点位表会有刚刚建立的点位。 此范例程式即可自动追随视觉样本。 再来我们设定追随名片核,开启视觉系统,建立名片核的样本,设定ROI。 设定样本形状。 自定样本中心点位置。 之后改写程式,编辑移动路径和控制吸嘴指令。 CVT实际吸取应用。 分别放置五个不同角度的名片核。 透过DMV3000拍照,并传送XY坐标给手臂。 手臂追随吸取并放置到指定位置。 以上为CVT视觉触发模式教学。